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由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易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一下一個 應該這樣說,經過新冠 以及我們同位網友都認識了幾年 亦都有一些網友離我們而去 真是要珍惜身邊人 今次我們看到 就是影帝的老婆 張家輝的老婆關永河 他的弟弟 在上個月沙田行山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網友 經常行山,真的要小心 跌下來 墮下山坡 最終 就是 救不回 可以這樣說 其實張家輝作為影帝 在家裏都是有白事的 面對 這個 至親的突然之間離世 其實關永河都是 受到很大打擊的 大家都知道很多媒體都說 說他哭得是 肝腸傳斷 亦都令到 影帝張家輝很擔心 忙於幫他弟弟做白事的 關永河 剛剛首次現身 他弟弟離世後 面容是潮緒的 看上去都是 好像小了整個馬 不過都正常 因為是自親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這個很正常 所以 搞這些事情都是身心疲倔的 身心疲倔的 事緣是什麼呢? 就是上個月9日 在沙田 下城門河 水塘 其實 發生了一個 墮波的意外 一名姓關的男子 當然是關永河的 當時我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初初以為是一宗普通新聞 就知道 沙田下城門 水塘有個人 很不幸 原來是關聖男子 初初以為是普通關聖男子 原來不是 就是關永河的弟弟 在主壩附近 就跌落 大概 三十多米深的山坡 那麼深的話 你以為台灣的鄉土劇嗎? 跌跌到 不知三十多米 幾百米 他們都可以突然 捉住石頭 或者捉住棵樹 真的不是拍戲的 最後搶救之後 反雲罰術 原來 這位 離世的人士就是關永河的弟弟 年輕了他三年 當然聽到這個惡號 他 立即大眾在讀中一的 侄子 去醫院了解 其實知道自己 弟弟意外地離開 當然 人是會崩潰的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是正常的 老婆可以捱過這段最黑暗的日子 但是 居然 昨天 就不見張家輝在他身邊 那究竟什麼事呢? 有什麼原因呢? 應該就是 原來 他 很早已經簽了合約 所以關於 他的 是否應該叫他兒子 因為關永河的弟弟 兒子 走了幾天之後 就要忍痛地離開家 就要去內地工作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張家輝一直 很疼愛老婆 很擔心他老婆 心情真的不好 而且極度不好 又怕他一個人自顧16歲的 女兒 所以 是 真是 蠻擔心的 他女兒叫張童 都 蠻好聽 同時 他老婆又要 打 打理他弟弟的身後事 還有 說起都心酸 又要照顧 雙親 對嗎? 又要照顧雙親 現在看到 兒子的壓力很大 他 每天都跟老婆保持聯絡 拜託在香港的好朋友 多家照顧 亦都希望迅速地 可以完成手頭工作 立即回香港 我們看到關永河 是首次在他弟弟 離世之後就現身 他當然住豪宅 坐七人車離開 當記者問到是不是 在做一些關於弟弟的白事 他表情十分驚訝 本來 想進入大廈 不過 算了 不進了 轉身立即返回自己的座架 開車就離開了 看到全程 當然要按手機 因為免得回答你 其實這些事情 不過有些記者也很厲害 這樣都可以 問得出 是的 看到他 身形也小了個馬 現在 想不到也57歲 看不出 57歲的關永河 其實 也是在 TVB大台做過很多 女主角 一直都是很多 人事喜愛的女主角 當然嫁了張家輝之後 算是淡出 真的很少拍攝 這件事 犧牲也很大 他也在演藝圈做了35年 很少提及他家裡的事 免得別人 騷擾他的家人 其實他 自小也是屬於 衣食無憂的 家裡有兩個姐姐 一個弟弟 這是他唯一的弟弟 當年曾經 遠走南非的 張家輝 跟他分手 也正常 短暫分手 幸好 短暫分手 現在看到他 在潮水也沒有辦法 始終都是 自己的自親 其實我最記得 你最喜歡他哪個角色 關永恒 同事三分親那個 你居然 我反而喜歡 罪打金枝 古裝的 他扮古裝也挺漂亮的 是的 我非常喜歡這些 因為他 嬌小營 我很喜歡這種 我喜歡這種 原來他 之前是寫字樓工作的 最初的時候 1987年他經朋友介紹 就是去了 香港 浸會學院的傳理系的學生 那裏 幫助學生 拍了一些功課 拍片 結果覺得挺有趣的 之後就開展他的演藝人生 之後就 去投考大台的 藝人訓練班 不過 是沒有被錄用 居然 幸好 不過最後獲得 特邀做特藥演員 1987年 有一個作品叫生命之旅 這個真是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真是不可惜 不發點 忘言開箭 每步每戰距離 但不知 無限緣的旅程 一切不可制止 這套生命之旅都是有萬子的 和周凱美 鄭玉寧 當然 沒有之後的劉文大亨那麼厲害 我反而沒有看過這個 我反而沒有看過這個 所以 所以連關永河在裏面有什麼角色都 沒有什麼人會特別有印象 亦都沒有想過之後會那麼紅 其實關永河 最早時候 大家應該知道他是亞視出身的 應該是大台之後 去亞視 亞視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反而是慢慢紅起來在亞視 嗯 他呢 九二年的時候 就和 當時 一起同胎 當時張家輝 都不是那麼紅 龍在江湖 這個好看 有沒有看過 這個好看 沒有什麼印象 千年蟲和化骨龍 龍在江湖就不知道 其實 因為拍攝龍在江湖 認識了張家輝 相亂 張家輝在亞視的時候 被關永河吸引了 於是 追了他半年 兩個人 在加拿大工作的時候 就向對方表白了 但是 1995 到1996年 張家輝 去了南非 曾經短暫和關永河分手 1996年 張家輝的姐姐 就有事了 就回香港了 之後就發現 關永河 一直 無微不至地照顧她姐姐 然後就服了他 厲害 有情有義 有情有義 在張家輝之前 關永河曾經有位圈外周盛的男友 在亞視年代有什麼代表作呢 原來就是改編至城市獵人的 妙談出租 還有就是 中華英雄 飾演擎天 這些我也有看過 但是其他我就 就覺得 不算是很突出 但是開始有人認識他 開始有人認識他 他 最後 就 被亞視捧為 當家花彈 同期還有兩個人都算紅 知道哪兩個人嗎 現在都很少出鏡 陳沙文 不是 是 吳穎薇 吳姑娘 還有就是 余永興 還有長腿的萬二汶 噢 萬二汶好像現在都長住在內地 沒有記錯 是的 之後關永河 跟亞視本約 打算多方面發展 不過 簽了幾間公司 最後都結束了 所以也迎來了 事業的低潮 後來當然 他就 回家了 回家了 就是回家 他最初 參加過訓練班 應該說是投考訓練班 無法考慮的大台TVB 1996年 就是我剛才說的 正 就是 罪打金資 還有 還有一個 何冬思考也很好看 有沒有看過 我很喜歡他 做這個 這樣說 我很喜歡他做 古裝 因為他有一種 好像刁蠻公主的感覺 嗯 我覺得而已 我覺得而已 當然他跟歐陽波比的合拍都很棒 跟歐陽波比的合拍都十分棒 還有 苗翠花有沒有看過 這個也很好看 有看過 不過沒有什麼印象 也是古裝 你看到他1997年 在 萬千星輝 賀台慶頒獎典電器當中 獲得 最佳女主角 演技就得到肯定了 跟其他的小花比 關永河 是很少以 賀歲劇和輕鬆小品 取得民心的 更加覺得他 其實我當時覺得 他會跟歐陽波比有 這個 因為之前很多是情侶黨 他跟歐陽鎮說 拍過很多電影 罪打金資 美美天王 罪得歐陽鎮說美美天王 是假髮場 是不是沒有記錯 是 還有陀昌師姐 都是入民心的 嘩 現在 很少 有 這個 這個點數 35點收視 以前很厲害的 大台那些 經常三十幾點 王子華好像試過 38也試過 很厲害的 大台也是一個傳奇 當然現在 是有些訊息 但是 時勢亦 還有多了 選擇 因為現在 你看東西 不需要 即時去的 你可以 當然 他那些網上 都算了收視 因為選擇 多了很多 我最記得當時 有個香港親戚說 哎呀 有些 TVB的劇 他播放大結局的時候 別人擺走 也要停一停 等人看完才去的 厲害 對呀 其實我知道的 因為我聽有些網友說 有些劇 很棒的話 整條街都少了一些人 看完 或者是 那些人不出來吃飯 看完才出來的 是的 所以 你要知道 以前大台真的很厲害 當然 他最高峰最高峰的時候 就是 就是這個 陀卓師姐 他跟 張家輝首次以情侶當合拍的 記得是甚麼 又是古裝 又是古裝 我又很喜歡的 金莊四大才子 OK 秋香和秋月 他們拍這些搞笑劇 真的很過人 我很喜歡 其實真的很喜歡 當然 後來 繼續淡出 其實 2014年 12月的時候 知不知道一眾網友在網上發動一個 歷屆事後最佳演技 投票 關永何 就算 產量大減都排到第四 所以大家都是覺得他的角色一直深入 民心 以前大台真的有很多不扭的 這些女花彈,無論是過去還是不過去也好 好像蛇、關永何 很多很多 張可宜其實有段時間也挺好看的 嗯 2015年 媒體就拍到關永何掃顏去逛街 他就說 自己也50歲了 不過 依然很多人說 都保養得挺好 其實57歲今年其實我覺得他保養得 也挺好 2021年 他就拍這個 萬壽倫敦的廣告 算是 那麼多年來再次在 莫前 工作 其實他 因為之後 照顧家人比較多 他就 做的慈善工作也多了 關永何 是 曾經為 一個 國際性的非政府 公益組織 擔任 助學大使 另外他 在2015年的時候 亦以澳比斯 眼科醫院 大人馬Sir應該知道 澳比斯 兒童大使身份 去山東進行探訪 16年的時候 再以澳比斯兒童大使身份 去尼泊爾 進行探訪 以及 因為地震一周年 看看當地的重建工作 當然 也要介紹一下他的 老公張家輝 其實 老實說 我以前覺得他 是做那些 比較古典 是 難聽說 真的對不起 很過癮 但後來 我其實 我很喜歡他 激戰 我不怕跟大家說 他 那首歌 什麼歌 激戰 Sound of Silence 沒錯 我就是打算戴耳機 在沙灘跑 但原來很累 很辛苦 我記得當時 龍鴨妹還說 你小心 在沙灘跑 很容易傷 其實 不會傷 但很累 因為你的腳 插在沙子上 是要用很多力 在沙灘跑 可惜沒有車輪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車輪 因為那些是當垃圾 其實 張家輝 也是令人想不到的 說真的 他曾經 兩次獲得 香港 電影金像獎 最佳男主角 當然 還有一次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 演技當然是好 之後 其實這幾年他的產量都少了 不過又精了很多 原來他之前 有沒有皇人會追擊他 因為他是做警察 很多人都知道 是 不過他可以這麼說 不同的 他以前 是皇家香港警察 可以嗎 可能他們會這樣說 繞一繞 他也說過自己的編號 他也說過我們也不怕說 17 560 他就在1988年加入 瓦士擔任演員 就是捕頭合約 曾經在多個劇當中都做主角 他也說過 其實 這是原話 瓦士沒有人看 令他心灰意冷 他也公開批評瓦士 不過 有人說他 好像 不懂得喝水思緣 另外 電影 《賭客1999》 大馬Sir一定看過了 不用說了 這個是不是 有 是 當然 他也留下了很多經典的搞笑對白 是很多的 是 他之後 當然 就 化骨龍 大馬Sir也說過他的對白很多次 化骨龍 這個也是北柳的 化骨龍這個角色 我們都 內地很多不懂廣東話的人都扮他 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搞笑 你記得他的經典對白 挺好笑 又扮這個 Beyond唱歌 唱到走大音 因為 他那時候他拍這個 化骨龍的時候 很多人批評他的 因為說他扮星野 他喜劇的演繹手法 很多人 會拿他來跟星野比較 對他批評比較慢烈 但是後期他也慢慢演出 他自己的風格 很厲害 渣渣可以 其實他當然是 其實你知不知道他剛才我們說的 龍在江湖是扮誰 不知道 其實那部劇 以前就叫李屎龍轉 嘩 會不會找恩子丹那些會比較好 可能也會是 我只覺得一件事就是 兩個人都是 不過 張家輝不是扮李小龍 是吳戴維才扮李小龍 張家輝扮唐發 其實就是 影射小麒麟 OK 後來當然 就在 認識和關銘河結婚 原來 婚後張家輝曾經 驗出過有輕度的地中海貧穴症 當時 江森是生不到小孩子的 不過 2006年當然 他們有女兒 張童 都是開心事的 他入行之後就說他有點像張學游 又不是很像 很多人 笑傳 因為知道不是真的 笑傳是兩兄弟 是的 當時 今時今日 在內地有些微博都是這樣說 不過 可能是開玩笑 開玩笑 當然 沒理由 這樣也不知道吧 好 希望 關銘河就節哀了 因為 都是人生的一大件事 都是那句話 珍惜你身邊的人 珍惜身邊的人 拜拜 拜拜